博乐之门3多好啊 这些全部都是优点 博乐之门3非常好玩 是根本停不下来的程度 它或许和你习惯的任何一个有名游戏 长得都不一样 但它凭借日雄 凭借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角色刻画 成功敲开了本世纪最伟大游戏的殿堂大门 三年前 博乐之门3发布抢先体验的时候 可以说是 当时我预测它是 绝对有机会成为一个流明史册的超重要角色扮演游戏 三年之后 它的成绩远超我的期待 在Metacritic上 博乐之门3获得了历史上所有PC游戏里 均分第五 成功和半衰期2 文明2这样的经典比肩 同时也是今年均分最高的游戏 以微弱的优势 险胜王国之类 这段时间我也是一玩就会玩到深夜 在体验了超过100小时之后 我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做个人的选择 什么叫做历史的进程 所以我现在是真的很想把这个RPG天花板推荐给所有人 别管它什么俯视角啊 图标多 你不需要立马就搞懂 玩起来比看起来简单多了 玩就对了 博乐之门3用最龙红的语言概括 就是一个冒险探索靠自己的选择书写自己的故事的游戏 也就是选择你自己的冒险 游戏开头 你被囚禁在章鱼人的外星飞船上 眼睛里还被塞了寄生虫 飞船遭遇事故 马上就要坠毁 你救下其他也被塞了虫子的倒霉蛋 一起坠毁在了海滩边 没死 苏醒后你得知 如果不对寄生虫采取措施 你们几个倒霉蛋也会通通变成超丑章鱼人 于是你们一行人踏上旅途 寻找不便宜的方法 在出发之前 首先就要捏人 除了要选择自己的职业 长相 属性点 隐私部位的形状 还要选择种族和出身 这些可不是只影响外观和战斗 它还影响我们的学识 特长 对宗教的了解 眼神好不好 巧手 力气 种族天赋 以及我们的形式风格 比如我 宁加利亚 Star Whisper 是一个学富武车 带偷东西的半精灵 喜欢不穿外套 但这是我宁加利亚 你赵铁道 可能是一个诸如野蛮人 不需要缩小数 就能钻进小洞 而且特别能喝 甚至你可能是一个卓尔 走在哪里都被人嫌弃和畏惧 就看你更喜欢哪种人物设定了 沿着海岸线 捡捡垃圾 捡捡伙伴 打打小怪兽 和碰到的当地人聊天 打听情报 碰到第一扇上诉的大门 从现在起 想做什么 怎么做 都是你的自由 在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件事上 博特之门三 可以说是毫无保留 你能想到的 几乎都能做 而且不只有一种方法 比如大家最关心的 恋爱 你可以自由选择 性向和性皮 可以和熊熊来一场野性之恋 也可以浅尝SM的试炼 再野一点 还可以 想要获取情报 人家不告诉你 怎么办 你既可以义正言词地说服它 或者用变身术 变成它们喜欢的样子 去套话 碰上牛啊 鸟啊 还可以用动物语言去沟通 当然 德鲁伊在变成动物形态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和动物交流的 不仅如此 用死灵术 还可以和尸体说话 知道它原来是不小心坠楼身亡的 保险箱的钥匙 就掉落在附近 这都是 沟通的艺术 如果要去往一个地方 方法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既可以老老实实地探索 找到一条大路 但你一定还可以发现很多小路 密道 甚至小洞 是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碰上战斗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你既可以人狠话不多 咔咔就是干 也可以打不过 就加入 像我这个引游诗人 就比较喜欢嘴盾 把对手撩死 或者挑拨离箭 让敌人护殴 阴损的小坏蛋 还会往人家菜里投毒 又怪敌人 然后偷偷做掉 也可以搜集证据 举报它 或者 每一个小小的选择 一次次故事的分叉 都会得到不同的反馈 一层层叠加起来 叠一百层 就是整个游戏的体验 有你书写的魔幻故事 也就完成了 当这么多分叉 向我扑来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意识不到 我在做选择题了 我就是在做我自己 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状叙事 足够兜住我的大部分幻想 包括性幻想 我 宁加利亚 Star Whisper 白发长脸半精灵 正在用我模糊又粗糙的善恶观 影响着这个世界 出卖我的队友 放跑邪恶的坏蛋 在两个男人之间拉扯 和猪猪谈天说地 其他选择一样有精彩的故事 DQ里魔王要是问你 你要成为我的左右手 统治世界吗 你要是同意 Game Over 但是在博德之门3里 你说同意 那接下来大家就会一起去杀难民 游戏不仅不阻止你做出这些稀奇古怪的选择 而且还会配合你继续演下去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 不论我做什么 游戏都能做出相应的反应 就像是活的一样 其实吧 这也不是依靠什么魔法设计 而是博德之门3背后 400名开发者做了6年 就是有这么多内容 174小时的过场动画 200万词的脚本 每一句都有认真的演出和配音 这在所有游戏里 规模都是相当可怕的 Xbox有一个开发者说 这是二星级别的扯淡规模 嗯 还挺贴切的 说完了个人的选择 那历史的进程呢 在博德之门3里 历史的洪流和命运的捉弄 都来自伟大的随机术之神 傻子 你的每一个行动 比如游说 盗窃 撬索 攻击 逆常状态等等 只要不是百分百能成功 都需要进行一次二十面制骰 和一个目标数字比大小 只要越坚固的锁和越贵重的东西 需要制的数字就越大 成功率就越小 大部分游戏的随机术系统都是后台算好 博德之门3则是给你疯狂播放制骰子的动画 非常刺激 有赌图的感觉 尤其是差一点点就能制到我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多希望能有一个自欺欺人骰 每一面都是二十哦 当然 SL也可以 特别方便 随时随地的一键SL 其实我也有想过 这样做是不是损失了太多的刺激感了 所以也有小小尝试完全不用SL 我的结论是 小用移情 不用伤身 横批 适当用吧 当然 战斗的计算也是靠骰子 游戏里虽然有那么多种嘴盾选项 但我心底里还是很想战斗的 因为这游戏的战斗实在是太好玩了 博德之门3的战斗是不那么传统的回合制 所有角色每回合有一定的移动力和行动点 可以消耗来做各种动作 移动啊 跳跃啊 各种法术 武器攻击什么的 战斗之所以这么有趣 是因为它的独特性 你很难找到两场战斗打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根本玩不逆 每次要么有新的敌人 或者场地里有新的机关 或者战斗发生在新的地形上 环境和地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职责 有点像策略游戏 高打低有优势 暗处更不容易被击中 还可以推人 基本上任何一个让你觉得有点难度的战斗 都可以通过想出一个独特的策略 找到一个好的开战位置来破解 至于能打出多高的伤害 那全靠想象力 目前 博德之门3单发最高伤害的攻击记录 不来自什么大魔法 而是重力 一个德鲁伊在脚下叠箱子 变化成枭雄 对自己使用变大数增加体重 550千克的巨物从天而降 直接把敌人做死 没有人能够幸免 这菜怎么卖啊 三块钱一颗 三块钱三颗 商人的嘴角微微抽动 你察觉到他有一丝不安 但说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你没发现这个商人有什么异常 那缕疑惑飘过你的脑海 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给我来三颗 真划算 你可能会想 这个游戏自由度又高 又可以SL 玩家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英语有句俗话叫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求而得之 恐非福也 我们只能自由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控制不了其他人的命运 机关算尽 还是可能吃到回旋标 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罗兰的NPC 是一个一开头就能碰到的提夫林法师 第一次遇见罗兰的时候 他正在跟朋友争吵 说不想帮助当地的难民 态度傲慢又无理 我加入讨论 好心说服他 留下跟大家并肩作战 大家说我这样做对吗 对 但我没想到的是 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过了很久我又遇到了他 这一次他正在喝闷酒 问了才知道 原来因为我的好意 他的兄妹在当时难民受袭的时候 被抓走了 罗兰嘛 本来就傲慢 再加上讨厌我 于是决定独自去营救 生死未卜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开始 我随口做的好事 这种回旋标在游戏过程里经常出现 它给我一种非常有冲击力的宿命感 你的行为不仅会影响眼前 而且会转动所有人的命运齿轮 一连串的产生更多影响 不仅让整个世界的反馈看起来更真实 更不可控 也让我们的选择更有分量 这个情节会给我带来冲击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在初次碰到他的时候 觉得他的戏份肯定就到此为止了 他的对话甚至不是任何任务的一部分 NPC嘛 我见的多了 头上没问号 肯定只是个普通路人角色 我没想到我下意识的搭话 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甚至还让这个角色在我们心目中立体了起来 根本不像机器人了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玩其他游戏一样 轻易分辨出这个NPC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 在我玩了过半流程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原来博德之门3的所有登场角色 每一个人的每一句对话 都有非常顶级的动画演出和配音 龙之子世界毁灭者阿强和小贩张三 两人的表演水平难分高下 所有NPC都有主角般的待遇 都刻画的非常真实立体 想要夺潮的小鸟 会做生意的老鼠 分不清一千和五哪个数字大的哥布林 好心要弯我眼睛的引游诗人 骗我杀人的老妖婆 数都数不完 叫他们NPC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我描述的这些 还只是我对他们的初印象 实际上他们每一个都很有个性 很复杂 会有很多行动 而且难以捉摸 重要的是 他们也和我一样 有自己的故事和目的 正随着转动的命运齿轮 各自奔向自己的命运 运气好的话 我们都会在博德之门再次相遇 庞大的网状叙事 有探索欲的大地图 多变有趣的战斗 加上随机性和命运感 博德之门3不是开放世界 更像是多元宇宙 官方数据是 博德之门3一共有17000种结局 每个玩家都在自己的宇宙里 想办法去博德之门拯救自己 但手段路径 其他目的都可以完全不同 而游戏里看似统一的主线任务 更像是蜘蛛侠纵横宇宙里说到的 正史事件 就是不管你怎么改 输输必死 也因为这样 博德之门3成为了少数我百分之百愿意二周目三周目继续下去的游戏 我已经又新建了一个超邪恶残忍的主人公 黑暗冲动 看看做大坏蛋有什么好玩的 博德之门3的设定背景来自于龙语地下城 也叫D&D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奇幻背景的桌上角色扮演游戏 我们现在常见的日式美式所有的RPG 甚至包括经验值等级这些基础概念 都是起源于D&D 可以说是所有RPG的万物起源老祖宗 博德之门3严格遵循了D&D第五版规则书的设定 从设定到数值系统 甚至坚持使用投资的动画 都想要把这个靠人类语言和想象力推动的老祖宗 在现代用电子游戏的形式复活 这样听起来好像会有点吓人 这什么老头僵尸游戏 但最让我欣喜的一点是 拉瑞安不仅懂D&D 他更懂现代电子游戏 博德之门3建立在一个非常古老的体系之上 源自于人们对游戏最初最单纯的想象 但玩起来 不论是上瘾的战斗 立体精巧的地图 还是大制作的动画演出 都做得比任何一个游戏更现代 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他绝对是一个一生一遇的RPG 不论是CRPG的老粉丝 还是在电影化3A游戏陪伴中长大的新世代 博德之门3都值得你找个机会尝试一下 最后我想用我在游戏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来结尾 那就是 那我们 再见咯 最最后我要把我们三年之前拍的片头拿出来 因为拍的太好 当时很多人以为是我们下的素材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现在资源回收再利用一下 可不能浪费了 喜欢的话现在就一键三连